我叫小鱼 今年16岁 我从来没有想过怀孕这件事情 也没有想过要这么早就当妈妈 喜欢游泳的少女未婚怀孕 小妈妈的内心焦虑恐慌 类似的电影情节 在高雄 有一名未成年少女和男友偷偿进国后怀孕 体格撞住的她长度好几个月 13号凌晨在浴室产下小男婴 但孩子出生后没有哭闹 少女误以为是死胎 就把孩子放在袋子里 藏进妈妈的衣柜 她妈妈的衣橱当中 发现了一个袋子不是她的 那打开袋子之后 发现里面有一个婴儿 少女瞒着家人产子 分明后大量出血就医 但她到院时只说自己头痛下腹痛 直到医师发现不对劲 她才坦诚在浴室生了孩子放进衣柜 但小男婴被发现时已经死亡 婴儿发现已经不治了 当下是不知道怎么做 所以才把婴儿放在那个衣橱当中 解放表示少女体型比较壮硕 怀孕期间妈妈误以为孩子变胖 也没有察觉 尽管胜后男女双方家长 犹豫让小男后结婚 但解放解剖后 研判男婴出生时曾有呼吸 年轻的小妈妈不仅痛失爱子 恐怕也将面临过失致死的刑责 接下来我们有高兴报道